西红柿首富用狗当守门员朝整国族,网友,何氏,告林无奈点赞。 最近上映的沈腾新作《西红柿首富》,再次引爆了人们的观影热潮,而三天破九亿的开局说明了人们对这部电影的喜爱,也让人们对《西红柿首富》的成绩充满期待。 而电影中对于中国足球的恶搞也让网友大呼过瘾,片中用的《长州恒泰》,对名,让人们一下子就想起来广州恒大,而他们的队服,中超的球迷观众一下子就认出来是上海上岗的队服,甚至连队徽都是武汉卓尔的队徽改的。 《西红柿首富》无疑是在恶搞国足电影,对于国足的恶搞体现了《西红柿首富》,对国足对中超乃至中国足球深深的嘲讽,但是,看了的观众反而认为嘲讽得好,中国足球真的太差劲了。 连日本韩国这些人口小国都能进世界杯,我们有进14亿的人却一直进不去,更不要说冰倒了,他们只有30万人,也打进了世界杯。 还有网友对电影里球队用德木代替守门员的片段很感兴趣,他认为球队用狗代替守门员的方式很合适,狗接球的能力都比国足好,能甩国足好几条街, 而道林对西红柿首富,搞中国足球的方式也只有无奈点赞,他在微博里说,这对名,这对服,这对标,很有喜感,还铺上了三个笑哭的表情, 而国足之前的白斩机照片也让网友疯狂吐槽,相比欧美的那些足球运动员,我们国家的这些职,夜运动员更像是野鱼的, 但是虽然网友们对国足百般嘲讽,但其实也还是希望,国足,能重振21世纪初的雄风,亚洲一流,杀尽世界杯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